朋友你有沒有落髮的危機呢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檢測 好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禿頭檢驗法 包括了頭頂後腦勺跟額頭 有沒有這樣的症狀呢 一個是掉髮量 本來是比較少的 變多了 另外一個是頭髮 本來是比較密的 變稀疏了 還有髮鏡 就本來是比較粗的頭髮 變細了 好 那吳醫師 這個掉髮量 大概是多少算是正常 其實在書本上 你會看到一天掉100根 150根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是非常不客觀 因為不可能 我去看每天我掉多少根頭髮 很難 但是常常會發生一個 有些人說 我一洗頭髮的時候 整個地板都是頭髮 那個排水孔 哇 都是 那個不是雄心突 那個應該是休止期 每天應該就是掉那個量 就是說那個量 如果真的很大的話 就是休止期 對 對 對 因為真正雄心突在掉頭髮的時候 不是給你看到滿地上都是頭髮 根本你看不出來 好像我沒什麼掉啊 但是半年一年 為什麼又空了 又空了 是看不到的 所以髮量是非常不客觀的一個看法 再來頭髮變密 從密變粗 茂密變粗 這個很明顯嘛 你頭皮都看到了 當然是掉頭髮 因為沒有別的原因 再來就是頭髮變細 那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樣 在雄心突的時候 男生的頭髮 頭髮上面掉 後面頭髮是很粗 不太變的 但是女生的雄心突是頭髮上面掉 後面頭髮也變細疏 是整體變細疏 這個是男女有別的地方 所以有些不一樣了 那我枕頭都細疏怎麼辦呢 枕頭細疏 有可能你本來就是先天 就是整體都細疏的 但是如果現在有掉頭髮 看到頭皮 那女生在雄心遺傳裡面 都是連後面都細疏 所以在女生 很多醫生在做執法的時候 女生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選擇 不是一個很好的做執法的病人 所以男生大部分是前面 他後面還是茂密的 但是女生如果真的是一掉髮的話 是整個頭都一樣 所以大家觀眾朋友 可以透過這個檢驗的方法